寿风乡乡长曾淑义16号上午 在公所团队以及各村长还有夫婿刘耀忠的陪同下 前往寿风乡各大公庙参拜祈福 感谢众神护佑寿风 而今年寿风乡也有新的政策措施 希望开春之后在众神的庇佑下 让寿风乡成为更宜居的乡镇 寿风乡长曾淑义率公所团队 以及各村长一行 16号上午分叠前往相近那个宫庙参拜祈福 依序景显鲜花素果 财博凳 功向四方众神 祈求诸神菩萨持续护佑花莲香蕴昌隆 在拜 在拜 平天会被拜 在拜 在拜 各部门的主管以及村长还有代表 一起来为我们收风乡来祈福 迎接我们农年 接财 接福气 还有接平安 希望大家我们乡镇能够昌农 今年特别的有新的政策 对社会福利 除了是我们义音今天2万块 还有从阳姐的礼金提升到1000块 还有一外险30万 这等等还有一些 我们行政程序的一个服务要提高 还有加强我们的行政效能 等等还有一些路灯 还有改善道路 我们会陆续来推动 希望在这里让我们的服务团队 能够成为六星级的团队 去年因台风造成乡内部分灾损 尊鼠义感谢中央以及县府的经费 亦注使得在后附件迅速 期盼新的一年一切风调与顺 乡亲安居乐业人仍幸福安康 农行寿风 长寿年风 赞 记者寿风乡综合报导